继续讲解牧羊曲高潮部分 那么上一个视频的话 我们讲到了三合五这里 三合五弹完之后 紧接着就是到高潮部分 那么这一小节的话 我们用十指横按住 一二三弦的五品 小指按住一弦八品 这样子按 然后第一下同时弹响 一弦和五弦 再弹二弦三弦 然后弹一弦的时候 把小指放掉弹一下一弦 再后面我们用小指按住 一弦八品 然后又说同时弹响 一弦和五弦 后面的话很简单 弹二弦三弦二弦 那么好 我们把这里全部连起来 弹一遍 听一下 弹完之后 后面是一个爬音 你看 这个左手指法不变 然后爬音 弹一个爬音 后面是一个零 零的话把这个手指全部翻掉 弹一下一弦空弦 八 用小指按住一弦八品 弹一下 一弦 然后 后面是一个七 你看 小指放掉 无名指按住一弦七品 然后右手同时弹响 一弦和六弦 然后再弹二弦 三弦 后面是一个五 手指放掉 十指按住一弦五品 然后弹一下一弦 那么好 这一小节连起来弹一遍 你看 多练习 然后 再后面是一个七 你看 这个无名指按住一弦七品 然后右手同时弹响 一弦和六弦 再弹二弦 三弦 二弦 然后的话 来一个爬音 你看 然后 在后面是一个五 十指按住一弦五品 弹一下一弦 然后把十指放掉 弹一下一弦空弦 那么好 这一小节连起来弹一遍 你看 好 然后在后面是D和弦 按住D和弦 然后的话 前面四下直接弹 然后把这个和弦放掉 同时弹响 一弦和六弦 在后面是一个七 你看 无名指移过来按住一弦七品 弹下一弦 再弹一下二弦空弦 后面是一个五 你看 无名指放掉十指按住一弦五品 弹下一弦 那么好 你看 把这个D和弦这小节连起来弹一遍 你看 多练习 再来一遍 然后 然后在后面是G和弦 我们左手按住G和弦 我们按住G和弦 直接弹 然后后面是D和弦 我们按住D和弦 前面三下 直接弹 弹零的时候 把D和弦的中指放掉 弹下一弦空弦 你看 连起来 然后换G和弦 前面五下 直接弹 后面是三 你看 把这个G和弦的小指弹起来 按住二弦三品 然后弹两下 后面是一个二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小指放掉 然后中指弹起来 按住三弦二品 弹一下三弦 那么好 我们把G和弦 这里的话连起来弹一遍 好 然后再后面是C和弦 我们按住C和弦 那么 按住之后 右手同时弹响 二弦和五弦 那么谱子上面的话 它标错了 它弹的是一弦和五弦 所以说我们自己注意一下 那么按住C和弦之后 第一下要同时弹响 二弦和五弦 然后后面的话直接弹 然后后面的话直接弹 C和弦这里 你看 最后一个排 扫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曲子的话 就全部详细的讲解完了 然后的话 下一个视频的话 我们把这个曲子完整的去弹奏一遍 如果说这个曲子的话 你不知道如何去反复弹奏 那么可以去看下一个视频 然后再看下一个视频 然后再看下一个视频